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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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晚晚圈包装 我们来聊放凌晨 尿包装 带我的长梦 金绍珊先生 他的一些全面的情况 您请蒋先生 好的 说到金绍珊的基本情况 我想要追溯一下 京剧花脸行当的一个基本状况 早期的京剧花脸行当 分工不是很明细的 铜锤架子甚至五二花 都是兼工的或者是兼演的 像这个河桂山 沐凤山 金绣山 都是这样 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 艺术上的这种明细 这个角度它还是有所欠缺的 那么到了金绍珊这个时期 在艺术的分工上应该说是有发展的 但是就金绍珊本人而言 他的艺术还是很全面的 既唱铜锤的戏 也唱架子的戏 而且他的武功也挺好 那么有一个例子 像1937年吧 金绍珊从在南边待了一二十年 北返回到北平 是吧 可谓是异景还乡啊 那么他的打炮戏呢 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铜锤正宫戏 他唱的什么呢 唱的是头二本连环套 是吧 由此可见一斑 是吧 他是既能够唱铜锤戏 也能唱架子花着戏 那么这一点呢 应该说他表现出他的艺术的一种全面 这是一点 另外就是金绍珊的他的艺术的主要活动期 是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 或者更主要的还是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这是他的主要活动期 那个时候呢 刚才你谈到一点了 是吧 同时还有郝寿臣 侯喜瑞 所谓靖航三节 是吧 可以说他们三个人把京剧的靖航 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全省时期 那么就三个人的艺术这个情况来看 总体来说 我的认识是 各有春秋 各有千秋 难以难分宣制的 是吧 当然你就同锤这个角度来说 唱功这个角度来说 那当然金绍珊还是首屈一指 是啊 这也是无可会言的 那么 金绍珊的地位还体现在 他是靖航当中的 城上旗下的人物 前面我们谈到这一点 他上面继承的是河桂山 那么他下面开启的是什么人物呢 也是靖航当中的一些大家 你比较像王全奎 还有楼正奎 赵文奎 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奎 是吧 包括还有金绍珊等等等等 直至邱盛荣 可以这么说 就是金绍珊之后的花脸演员 没有一个或多或少 或少不受他的影响的 可见这个金绍珊在京剧同锤这个行当当中 他的举足重心的地位 和艰 warmth 和艰аг 高老大 公天公王 冬月中 回无报的年 能忘 多多灵 万华的年 优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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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剤 优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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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剤 优优独播剤 优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优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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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优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优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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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透亮 翠翠翠 优独播剤 优独播剤 水手 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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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家 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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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因为 优独播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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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剤